腿部训练 剑步蹲 剑步蹲是一个非常复合的动作 我认为这个动作在锻炼我们的腿部的同时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打造我们腿部的动作 它的一个收缩幅度不需要特别大 但是我们要记住在剑步蹲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腿不要平行 尽可能是有一点距离分开 这样的话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更小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里角度看 两个腿是分开的 尽可能分开 前后的距离是自己比较舒服的姿态 OK 我从侧膜来看 下距离 臀腿发力 当你找到 当你找到双手插腰 当你找到 臀部的发力感 收腿 对 当你找到臀部你看 臀部就直接收缩 进去了 可以拉近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下子熬进去了 看到了吗?一下子熬进去了 拍得到吗? 瞬间 这块肌肉就收缩了 那这个动作 八成就做对了 这样的一个膝关节的压力是比较小的 臀腿受力 这个简直针就正确了 前后的距离 是自己蹬下去比较舒服的一个姿态 然后两个腿尽可能分开一点 减轻食关节的压力 去找臀部和腿部的收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